姐姐 你看你就是个不听老实话的人 你能懂吗 嘿 谁说我不听老实话了 老实希望我不怕苦 意思就是说 老实希望我不吃烤鸡 也能坚持通过这个跑酷 跑完这关 就能吃烤鸡了 先苦后甜 老实还没这个呢 老实希望我飞高高 那当然是站在硫磺金沙上 飞得越高越好呀 可是有那硫磺金沙 你想飞不够也不行啊 呃 老实希望你注意车辆 原来老实这么关心我们 那好 我明白了 嘿 巴勒姿姿 你有事 怎么了 你这样子好像乱传满路 不注意车辆 你不想行被车撞飞呢 可是很危险的 哪有 老实希望你脚踏实地 可是这地方好像没有地呀 哎呀 老实的意思是说 稳稳地踩在方筷上走 不要妄想 去踩到竹子上 老实希望你不要吸水 哎 巴勒姿姿 你居然不听 还往随你跳 这下被你捏抓住呢吧 我这是在体验吸水的危害 你看我才游了一会儿 就呛了好几口水了 吸水这么危险的事情 还是少干为好 有事没这个呢 老实希望你慢点走 姐姐你走得那么快 还说你听老实的话 是 有传送方块 我想慢也不行呀 老实希望你天天向上 你看 我这不就向上了 这下总听老实的话了吧 呃 嘿嘿嘿 姐姐你掉下去呢 还说听老实的话呢 我看本来姐姐你根本就是个调皮的学生 还有上面这个 老实希望你买个花场 你别人不听 不要去踩这些小花手上 你 我 我不踩我能过来吗 说的也是 你上面这块 老实希望你好好学习 本来姐姐你该不会考个五分吧 那怎么可能 我起码也是要考一百分的人 我不是 那你就等着瞧吧 三十分 三十五分 四十分 嘿嘿 五十分 妮妮 我马上要及格了呢 没想到 这姐姐要是帅呢 哎呦 嘿嘿嘿 姐姐你还不是只有九十七分 九十七分怎么了 考得不好还可以再考呢 人生的考试又不是只有一次 老实希望我们好好学习的目的 是希望我们每次都能超越自己 有进步 这次我就给你考个一百分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分 怎么样 哦 不败 本来姐姐 我不再说你是跳飞的学生了 快看看老师对你的评价 你好棒 今天你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我的期待 日常生活中也要时刻记住老师的提醒 诶 平常很高呢 那当然 诶 平常很高呢